有 我知道評審都一直讚美王建復 說有禮貌、有客氣 其實燦哥才就是客氣了 對 你再講好像王建復不是一樣 是 瓜哥,我可以好好捲討 對不起 也很客氣 每次講到燦哥他會... 對啊 有時候評審 評審講燦哥他會... 你都會受到驚嚇 對,滿害怕的一點 就是說我真的年紀有那麼大嗎 不是,是一個尊稱嘛 是 你看 對不對 是 每次出外景都有點叫瓜哥 是 比較好奇的是 對 為什麼連正凱也叫你燦哥 你都... 不是,我是叫燦哥... 叫燦哥沒有錯啊 我一直以為他年紀比我長 所以不應該叫我燦哥 你是說他比你... 凱哥 對 你猜他幾歲啊 我猜他四十八 對哦 猜他四十八歲 你是故意的嗎 沒有 剛剛才說你有禮貌 就猜他四十八 你幾歲 你才四十出頭嘛 四十三 對啊,所以他看他大五歲 莊正凱哪有那麼老 十... 瓜哥不是啦 沒有啦 你幾歲 你才三十六、三七啦 三七啊 三十七啊 我不相信 這時候我又有一個問題了 那你為什麼要叫我家綺姐啊 我們回到那個終點就是尊稱嘛 是 對啊 不重要,年齡不重要 是 你從小喜歡上音樂課嗎 因為來到台灣第一名之後 讓我憶起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什麼 就我小時候上音樂課的時候 老師就 第一堂課老師就叫全班的學生 就說 啊 發音 最基本的發音 是 老師就說不對 有一個聲音不對 他就一排一排來 然後就到我們這一排之後 停 一個一個來 然後到我的時候就 啊 不到幾秒鐘 突然有一個巴掌 就落在我的臉頰上面 在當下的時候 其實我也不知道什麼是假音 什麼是真音 反正就是跟著同學 就是唱就對了 老師也沒有說 你們要用假音唱 那什麼都不懂 也沒有先教 對,都沒教 然後打完我之後 也沒告訴我 我應該怎麼發音 所以我那時候就有一個陰影在 其實我只要出現唱歌就是 我只要被提點某些問題 那個人沒有教我的話 我就會整天就是疑惑我那個問題 對 所以真的叫愛的教育 所以就 就像我們每一位老師一樣 是啊 都會舉點 鴻姐 老師請 好 這個阿凱帶給我們的這個感覺 是有三種能量的感覺 最後你還是很有膽量 就是膽識很夠 做這一段的表演 其實不要看那個打鼓 特別後面那個耍大旗 剛剛真的是 像妳講是非常用力的 你知道一用力其實就是會影響唱歌 這個沒辦法 這個可能還不輸 有時候妳跌個倒 或者是轉個身 這個其實是用力 所以妳暴露了有兩個小地方的 一些的缺點 就是在那個 有誰人看見我的鼓段 第一次的時候 剛好要進副歌前 可能是因為用力 然後影響到妳的音準 音準有一點不準 其實音準對妳來說是非常地準的 妳應該是不會有這個問題 可見這一段的表演 其實難度還是很高 淹在一個紛亂的世界 加人的須贏 整個黯淡的聲音 有誰人看見我的鼓段 除了這個兩個地方的副歌 稍微都有一點點動搖之外 那個音準 我覺得妳的唱歌還是非常地棒 而且當妳選對歌 當妳唱到妳可以唱的時候 我覺得真的就像是一個 王者的風範 妳就站在台上 就好像妳是主宰 所以我覺得今天妳是主宰 這個表演的那個主宰者 所以妳是有做到這一點 謝謝老師 然後呢 王燦 我覺得今天 反而要給妳一個稱號叫 春風少年兄 年兄 對 就是妳感覺妳 這段的表演非常地年輕 今天唱歌的音量也非常地飽和 但是今天有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詞 好像有一些地方是錯的 有幾個像一開始的什麼 青春的婚禮 妳是我的希望 這邊其實是第一段的詞 但是好像妳就把它唱到第二段 第二段的主歌 也可能是因為要表演的時候 所以妳的拍子稍微有慢一點進來 那這是在唱歌當中 比較會扣到分數的地方 所以再接再厲好 加油 封立尤老師 謝謝 阿凱 阿凱 這一首歌是一個 無歌 是 一開始就 很壞 很殺了 要跟阿凱建議的就是說 A段就 就是說 妳差不多用妳差不多 四聲的樂就好了 以前A段就是用講話 不然妳一開始就用差不多八九聲的樂 妳跟妳的副歌的部分 那都在那關你們在走嗎 對 妳如果沒辦法這個樂透 妳的力道 如果沒辦法勝過A段 這樣這個歌聽起來就沒有那個層次了 不然妳都一樣的樂透 一樣的角度 聽久會有一個壓力 這是我要分享的 加油 謝謝 然後另外 那個唱歌 就是一開始 很辛苦 很可惜 因為這一首歌 其實它是 它是可以去用妳的嘴巴去把它塞出來 面音 朗朗黑落水 有沒有 就是用嘴巴這樣 水 不是 面音 朗朗黑落水 就是音有唱出來 可是你看我們只要刻意一點 用這個嘴型 它也不用花費我們多大的力量 只是但用這個嘴型 這個嘴巴就要像那個雕刻刀一樣 就是把那個字把它雕出來 然後這樣子 聽歌的人就會聽出 那個好像有一個畫面 妳好像在描繪一個很漂亮的一個女生 然後再加上妳 這個演戲 歌中劇 這個算是唱歌的強項 我覺得這樣子會更賞心 更悅目 好 首先來看 莊振愷這首歌能獲得幾分 評審請給分 今天的表演 有把全場撐住的振愷這首歌曲 得到分數是 70 80 90 90 91 91 小數點是多少 好 恭喜得到91.4分 謝謝老師 謝謝 接下來看王燦這首歌能獲得幾分 評審請給分 天空少年聽王燦這首歌曲 可以得到幾分呢 70 80 90 90 小數點有沒有 評審的分數是90.4分 接下來介紹